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座標式標柱 座標式標柱當然就是標座標 座標其實就是XYZ這個東西 那我點一下標柱裡面的座標式標柱 然後呢當然就點選點啦 因為鎖在一個點上 然後呢就看你自己拉 你是拉...假設我拉水平的 我現在拉水平 請問這是X還是Y 我這樣子拉下來 點一點在這裡 這646.33是X還是Y X 確定了 座標指令是什麼 ID 好 看一下 是什麼 Y啊當然是Y啊 因為你如果是水平的話 那代表你這條線是什麼移動啊 上下移動嘛對不對 那代表我說我這一點我必須從 遠點 然後 從下面往上 算到這裡為止嘛 所以我發現這個座標式標柱一點都不難 只是每次你們看XYZ正好都看反 所以水平的是不要Y 對啊 那如果 這樣垂直的 這代表是從左邊這樣一直過來嘛 因為我從遠點過來的嘛 所以這是X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其實超簡單的 但是這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樣標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你要標就標是不是尺寸B正確 啊 問題是他現在都是從遠點開始算啊 那我這張圖搬右邊一點 搬左邊一點 是不是遠點 位置不一樣 所以坐標就不一樣 他就不對了 對吧 對我這個圖形而已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所以假設你要標坐標 你可能都必須說 好假設我 我規定左下角點是遠點 然後請你幫我給我這個遠心的坐標值嘛 這樣才有意義嘛 所以 你必須要把遠心搬過來 那遠心搬過來 我們先用一個3D的指令 你先稍微記一下 還那麼久會講 UCS 就是要搬那個遠點 就是遠點的控制 然後呢 對不起我按到B UCS 然後O O 這是指定心願點 指定心願點 我們就去點一下 就把UCS搬過來 就是把遠點搬過來 搬來這邊 這時候我們再去測量 所以測量就去標處 這個標Y 這個標X 這樣才正確 那等到你這些全部都標完了 這幹嘛 你是要把人家叫回去 記得請出來就要請回去 請不回去就麻煩了 跟那個玩錢先疊先一樣 你請神出來就要請他回去 不要到時候送不回去 然後上升就麻煩了 所以 UCS 幹嘛 W W就是回世界中心 Word 他就回去了 他就回去了 所以就稍微記兩個配合的指定 一個是 UCS O O O 就是指定心願點 W UCS W 是回到世界中心 回到世界中心 那這樣 這樣量的這個做法 才有意義 要不然你沒有任何意義 好 來試一下